咱们今天这道菜叫红红火火 就是创造一个年叶味 我们用的原材料是西红柿、黄瓜 我们现在改刀 现在做第一朵玫瑰花 把西红柿切成一半 把这个底部已经要擀掉 咱们先把这个西红柿切成薄片 越薄越好 不用着急一点点切 切成越薄越好 我们现在切完了 我们开始做花瓣 先把它都给它一次排开 还像这样咱们就开始卷起来 点一点的给它卷起来 这个花就出来了 搁到这个盘里 鲜花 只要有绿叶的配置 我现在做绿叶 咱先切成段 给它切一下 给它片出来 要是要这个黄瓜的皮 给它切一下 前边切开 底部得留一点 切成这样 底下得留个托 咱们给它卷上 一定要慢一点 它特别脆 刚才我那个就切窩蛇了 就是切得太粗了 这个花叶 咱们避免它蛇 咱们就搁盐水泡一下 它不就黏沸了吗 它就不蛇了 现在咱们就做那个花叶了 这个呢 你看 这个割盐水 泡了以后 就特别软和了 这个做出来 它就 就特别那个软和 它就不那个 不怕 不怕它蛇了 搓起来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绿叶子 咱们呢 用这个薄刀 把它 拿起来 要不它就散了 工艺倒不难 就是费时间 一定要慢一些 姐妹们不要着急 它这个就是个慢花 一定要 细点心 咱们先直接 拿一个毛坯过来 直接在盘子上摆 也行 我现在呢 生产几个小西红柿 奶奶就做小的西红柿 给它盖一个刀 那给它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刀下来 就小西红柿 小的西红柿就出来了 家里还有小西红柿 直接就摆上就可以了 就家里头你要有小西红柿 你直接摆上就行了 我这个呢 是没有 就费点事 一切一个就可以了 画龙点睛的时刻到了 白糖呢 像雪花一样 咱们就撒点雪花 咱们就开始撒雪了 红红火火 咱们就完成了 姐妹们要有好的菜肴 可以给我留言 我也跟你们学习一下